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再一次的歡迎 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各位再次光臨 全民心攻略 一個再靈巧的小偷 基本上無法偷走一個人的知識 知識才是你最牢靠的財富 誰也偷走 今天在場都是非常富有的 明星嘉賓們 他們都很聰明 有主播 有演員 有媽媽 有律師 還有程式專家 他們要賭上腦海裡的財富 今天全部羞黑 馬上各位精神一場 高手的知識大賽 來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位 月子出關的新手媽媽 阿諾 哈囉 大家好 陳哥好 改邪歸正的女演員何依佩 大家好 陳哥好 副業賣很大的唐宏盛 耶 陳哥好 大家好 新聞主播陳乃宇 陳哥好 陳哥好 法律事務所的合夥律師胡舒芸 大家好 天才城市少女李婷婷 大家好 教授我今天滿載的 OK 怎麼玩 有些提醒 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先有個心理準備 歡迎最聰明的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上華 來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研究員蔡上華 聽說我們的觀眾 特別喜歡考驗專家 今天我們把文法商 藝術理工所有各領域的專家 都請來 就是要幫大家考驗一下 他們的實力到哪裡 首先在資格賽的部分 一定要提醒你們 我們的資格賽是沒有模糊空間 沒有猶豫時間 想到就要立馬搶搭 因為大概只有二分之一的機率 可以上得到達阿體台 而在攻略賽當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屬題庫 一共九題 答對的話 有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大獎 等大家來搶 希望你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超有人身智慧 聽他講話 就能夠長智慧的曾館長 我們開始了 各位 新宮列斯格賽 小心 三隻小豬 是我們常常看到的畫面 第一個 請你看第一個提示 請問一下什麼 普羅旺斯有一個什麼香料 你現在腦子一面 開始就要有一些關鍵字出來 第二提示 再看十秒 這個香料是什麼 何一佩 還可以驅蟲 它是誰 薰衣草 大隊名 恭喜大隊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進行何一佩的九龍歌 攻略賽 何一佩請就位 好 拿走 謝謝 何一佩同學 北京電影學院 電影表演研究所畢業 是 好了 當然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夢幻大獎 讓你們知道 你今天來這邊所為何來 不是只為了應付題目而已 而是它是你努力的原因 請開夢幻大獎的大門 看一下今天这一集 我已经准备了什么 我们的一万大奖 特别准备了 充满吸尘剂 热敷眼罩 还有按摩枕 那都是我们一万大奖 五万大奖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 恒温恒虚的红酒冰箱 造成现代兴致 十万大奖呢 是全台独家授权的 迪士尼梅雨 现在看看我们的 何一佩的第二道题目 请公布 五分钟 你有五分钟 非常妥妥地可以面对 第一个题目 史莱哲林守护神 因为在... 你知道史莱哲林 我知道 哈利波特 它里面有很多的动物 有没有 也都是它的魔法道具 有没有 对 因为你在炮仔山里面 跟蛇对积 对 第二个 调酒人气款 你上过调酒课 过节买保险 说的不是过节 说的就是你会买保险储具钱 对 盐盘玉排汗法 说的是你不容易流汗 所以会用盐盘玉来帮助 没有什么 这样睡长记性 这是你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因为记性不好 追剧比速度 这是讲的是你追剧 来抒压的生活习惯 对 网购热销品 喜欢网购 因为拍戏忙 没有什么时间买东西 对 经由古历史 你会点经由来抒压 我们从哪边开始 跟我最近工作有关 这样睡长记性 这样睡可以长记性吗 好 请处理 根据Science期刊发表 下列哪一种生活习惯的人 头脑比较灵活 A 早睡在自己 B 晚睡晚起 C 早睡晚起 我的答案是 B 晚睡晚起 请锁定 你怎么猜的 等一下 我觉得这也很难讲 因为晚睡晚起其实 早睡早起 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 看起来很有道理 早睡早起只有身体好 头脑不会灵活 对 它看起来很有道理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早睡早起身体好 但是这个有可能 就是因为它越像的答案 其实它越不应该是 太直观了 对 所以 那你怎么猜到晚睡晚起 也因为 这么极端 我用我的同事们 来做判断 我们都是 睡眠时间不正常 而且通常很晚睡 当然 然后当然不见得晚起 因为他们 你们没有晚睡早起的选项 如果有的话你就会选 有 我可能就会选 晚睡晚起 是里面的一个相当比较 刺眼的极端的答案 会不会就是答案 请揭晓 好 准备 准备 好 很多人就会告诉你 熬夜不好 熬夜伤身 可能会伤脑 伤身体 伤皮肤 其实熬夜真的没有特别的好 那当然它也会有那些的后果 但是我们的这个题目 告诉大家是晚睡晚起 所以其实你虽然晚睡 但是你也睡了足够的时间 所以当你睡觉的时间 它是有经过充分 优良的睡眠品质的话 其实反而会对一些夜猫子来说 是更适合他们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人还是分成型人 跟夜行人 夜猫子 那一旦你要一个夜猫子 硬要他早睡早起 在白天工作 他是没有办法处理 他的大脑运作能力的 所以因此习惯晚睡的人 他们反而晚睡晚起的情况之下 可以增强记忆力跟认知能力 但是重点是一定要睡眠足够的时间 而且是优良的品质 所以要提醒您 如果你常常觉得晚上睡不太早的话 可以在睡前尽量避免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 所以只要少吃 就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更好的睡眠品质 第二届 网 网购好 网购热销品 来 请就离 因疫情 民众都宅在家添购请之含家之 请问哪一种品项 为网购平台第一名的 之家热销品 A记忆床垫 BDIY目的本 C收纳一对组 第一名 第一名 床垫 木地板 还是收纳的衣柜 这个要 有时间限制吗 当然 四分十秒 好 我的答案是 A记忆床垫 请锁定 第一题花不到二十秒 第二题花了四十秒 觉得合不合理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 因为都没有我 就是平常会买的东西啊 记忆床垫 认为她答对举手 我觉得三个都很可能 而且是做城市设计的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支持她的说法 我们家有买公司 A 完全了 选择DIY目的本的举手 我 我觉得蛮有可能 两个 收纳衣柜组的两个 A 来 那个律师 你为什么选择衣柜 因为我 我自从以前大学的时候 一直到搬出来工作 我就是超级无敌 常在上面买收纳衣柜组 大概买了十个以上 买了十个以上 不好意思 因为它都坏掉啊 都坏掉 所以它一直坏 因为我超多衣服 所以我要买很多的收纳衣柜组 DIY木地板商是谁 来 那个 你说 我刚好就是这次疫情期间 然后我还有两个朋友 就这次疫情 两个朋友他们个别都买了 DIY目的短在家组装 因为防疫呆在家 他有很多的时间 工作 工作 那我现在来组个木地板 他们做的选择都是因为 他们自己买了或朋友买了 多半都是因为这样 就刚好他们以为买了 所以这三个都有人买 尴尬 刚好各的两个人选择 会不会是记忆床垫 不便宜啊 我记得 来 请介绍 会不会就有它呢 不会吧 真的 是不是 好 因为疫情情间 现在宅经济症挡倒 那么大家大家都待在家里头 所以你就会想说 这里好像哪里也缺 那里也缺 所以当中在家里面 最常就是躺在床上了 因此记忆床垫名列第一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还是非常精打细算的 因为从这个网购网的数据来看呢 前三名就是我们刚刚分别三个选项 而且它的价格都在三千元有找 都是属于一家经济实惠的家居用品 一万在巷子口了 第三题 精油鼓励使 好 来到第三题咯 请出题 请问最早发明出蒸溜设备 来提炼精油的是哪一种职业的人 A 无师 B 松露 C 医护人员 我的答案是 A 无师 C 索莉 哪有可能啊 哪有不可能 那就是卡通影片 那我告诉后来有电影在拍的 那哪有可能啊 就是电影跟卡通影片 就有告诉过我们这样的故事 所以 但你有看过卡通里面 有僧侣在练吗 医护人员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他是第一个我撇掉 我觉得 第一个被你撇掉的是医护人员 然后僧侣的话 我觉得是酿啤酒 那是酿啤酒喔 酿啤酒 有啊 修道运啤酒 对 因为修道运啤酒很有名 所以我刚刚考虑一下 删除法之后留下的巫师 而且刚刚一结束之后 你还演了给我看 我真的觉得 你给我很强的信心耶 我觉得演都是有根据 有根据 这不会乱演的 相信我好不好 是巫师提炼精油吗 告诉我们 是不是 合一佩 是吧 贡献 耶 真的吗 这些考古学家呢 他们在埃及的坟墓里头呢 也已经发现了精油的踪迹 就看得出来 其实精油呢 是非常长久以来 就已经远远下来的 一种产物 那么呢 这当中是谁发明了精油呢 其实就是萨满教的巫师 而这些萨满教的巫师 他们的这个 这个教他严格的时间呢 更已经长达了九千年 从过去留下来的东西 就看得出来 他们在制作一些魔药啊 或者是要做一些人体啊 宗教的仪式的时候呢 就会去提炼血松里头的精油 出来来进行宗教仪式 因此他们也是最早开始有 蒸馏技术的人 再打两题就超越你自己的成绩了 来 第四题 第四题的话 差不多该追剧了吧 你怎么知道 不要这样 追剧比速度 追剧比速度 好好再看他一套剧 来 请处理 我的答案是 B 浪漫爱情剧 先锁定 倍速播放功能 就是跳过嘛 对 加速 加速 对啊 对 为什么不是历史古装 历史古装剧的节奏都很慢的 甄嬛转的时候 你会想要快速播过去吗 不会吧 还没追过 诚哥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我觉得很不行喔 你这样子跟来宾 没有话题聊知道吗 对 所以我跟来宾 比较听得不好 职场社会剧 我觉得也不是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会很多共鸣 然后也看 也会解释他演的到底 对不对 会有很多职场的人性的细节 对 我觉得浪漫爱情剧 是因为大家会希望男女主角 能够赶快在一起 然后而且会紧张 然后所以可能会用倍速去播放 想要知道这个 男女主角会不会有在一起 我觉得啦 她现在遇到的坏人 她是不是安全的脱困了 然后看下一集 对 我想要快一点 就是少女 这是少女星啦 少女星 哇 我觉得啦 你还有少女星 我当然有少女星 好了 好 不动 好 请 继续 世女星错了吗 正确答案是职场社会剧 从这些KKTV这个数据里面 來分析 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在台灣 大概有五成的人 通常他們會選擇 用兩倍速來播放戲劇 當然不是因為這個戲太難看 或節奏太慢 或者是他覺得太沉悶 想要快轉趕快看 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戲 他是這個已經一次 就已經把它全集放上來了 如果你不趕快 把它的進度追上來 你沒有辦法跟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討論這個最新劇情 所以我得趕快追進度 才能夠追到這個最新的進度 跟大家一起來聊天討論 像是這個之前韓劇很紅的 SKY天空之城 它是在這個過年期間 一次全部把它的集數都放上去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 各種倍數快轉趕快看 我才能夠趕快追上最新劇情 送個禮物 妳會高興福 我跟妳講 真的嗎 三五六 來 搞什麼 好 我們要送給何宜佩的是 西華傳家寶鍋具組 這個有複合金炒鍋 加上平底鍋 鍋面材 國外高科技 高品質 不鏽鋼鏡面 導熱性 極佳 省油 不沾 好洗 不變黃 一支好鍋可以耐用二十年 值得成為妳的傳家之寶 送給妳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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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下一回合資格在場 加入會員 讓妳要鍛鍊籌碼的機會 第二位的資格 四分鐘的達理時間 請看第一個提示 秀 它這應該是跟關鍵字有關 什麼秀 秀什麼 第二個提示 看十秒 效應 出來了 漂亮 你答錯我就瞎死了 我不能告訴你幾個字 但是 蝴蝶 為什麼 因為有人甩蝴蝶秀 還有一個叫做蝴蝶效應的一種 那個邏輯 蝴蝶答對沒有 請 請唐聖 請唐聖就位 郭聖就位 請唐聖就位 請唐聖就位 兩聲打造唐聖的題目 名人杯橋牌賽 說的並不是你打橋牌 而是拍過這個國際橋牌社的戲 拍戲 女兒國小生 現在目前兩個女兒 吃雞看特質 你就是個做雞肉料理的 失眠禁忌食 這個是壓力大 所以常失眠 吃這個抗失智 家裡面父母親剛好都換了失智症 黑白切不畏學 是不是什麼不畏 也不曉得 但那就是你最愛吃的 台灣平民小吃 鸚鵡有情緒 你有癢 聖經必之題 你是信徒 來 從哪邊開始 從我兩個女兒好了 我想可以 這兩個女兒太活潑可愛 而且表演藝也很強 對 而且水性很好 我愛講話很吵 你知道 女兒國小生 請出席 我的答案是 B 低年級愛跑跳 請出席 四花十六秒 方便家長接送 家長接送都在校外啊 大門口啊 有的在大門口 有的可以進到校園的 某一個指定地點 對 地點級的愛跑跳 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喔 我覺得是 然後而且你有一個樓梯 有一個樓層 小朋友玩得怎麼一個不注意 如果掉下去 揮擠啊 之類的 之類的 應該這個 應該比較像是這個答案 那我覺得步步高升不可能 然後方便家長接送 好像沒那麼樣的一個 絕對跟必要性 所以就是推估下來 應該是B 請揭曉 其實主要的原因呢 除了是因為低年級學生啊 比較晃動 比較活潑 所以在第一樓層呢 可以趕快跑到操場去玩之外呢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旦有天災 或者是這個災害發生的時候呢 他們在低年級 自己能夠照顧自己的能力 也比較低 所以也方便老師可以盡快 把低年級的小朋友 競速速殺 來 第二名 失眠 現在還會嗎 對 有時候會喔 唐東升是一個 腦子挺不下來的人 如果你們要多一點認識的話 這個人真實不容易 你是我覺得是新版的 年輕一輩 世代交替的黃西田 不要這樣說啦... 你知道西連科反應只是快 而且能割上還會演 其實能夠像他這樣 我覺得也滿厲害的 多棒 很棒 我想你就是這樣 我的目標 你到七十歲還是會這樣 希望 好不好 所以不要失眠 放寬心 想太多 來 起 助理 睡個好覺是現代人的夢想 哪一個食物睡覺前 最好不要吃 否則會影響睡眠 A燕麥 B 花椰菜 C 牛奶 我的答案是 B 花椰菜 跟索利 好 你其實會不假思索耶 你覺得牛奶會幫助睡眠 牛奶是幫助睡眠的 這個我先刪出 因為燕麥都是早上吃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 燕麥有很多的纖維素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不好消化 你被影響睡眠嗎 它比較接近主食 所以它應該不可能 那只有B 花椰菜 然後 那睡眠最好不要吃的 應該就是燕麥跟花椰菜 兩個選喔 就二選一嘛 那為什麼是花椰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花椰菜 我自己很常吃花椰菜 可是好像吃花椰菜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什麼都好 又抗癌 然後又治攝護腺 可是它的好像就是會 容易脹氣 所以如果 花椰菜會脹氣 所以要脹氣 你這樣躺下來的話 就容易胃有壓力 很像是耶 會吃到逆流 我知道 可是我覺得我 我這些都是次要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燕麥 我覺得是主食 不太可能 在睡前吃 但我... 花椰菜是不是正經 來告訴我 恭喜阿倫 如果想要保持一個 好的睡眠品質的話 其中食物在睡前 千萬不要吃 第一個就是利尿的 就是含水性高 比如說那樣西瓜 芹菜 或者是這個陽瓜之類的東西 其實睡前吃是比較容易 會讓你一直會驗尿 而另外還有就是 不要吃辛辣食物 因為這辛辣的東西 容易讓我們的體溫升高 一旦體溫升高的話 就沒有辦法進入 很好的睡眠品質 因為睡覺的時候 我們希望體溫是低一點的 才能夠睡眠的時間 比較長久 那再來就是不要吃 十字花科的 比如說花椰菜 高麗菜 其實都算 因為它裡頭有 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難消化 所以你在睡眠當中 它就一直在消化 就會產氣 就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同時豆類也是容易產氣的 所以也容易會造成不舒服 還有酒精 很多人以為我喝點酒可以助眠 其實不是喔 你喝酒雖然茫茫的 但是會一直讓你在 比較淺層的睡眠 就沒有辦法進入深層的睡眠 好 這都是健康的養生好嘗試 把它記下來 來 準備 一萬在巷子口了 快要完成歷史性任務了 來 我先讀讀聖經 必知道吧 有 基督徒 必知體 要知道 什麼呢 主題 請問耶穌在傳道之前 是做什麼工作 A 看守葡萄園 B 捕魚 C 木匠 我的答案是C 木匠 吃鎖定 這個太受分了 我不是信徒的我都知道 因為我有做過禮拜啊 滿好玩的 一起唱聖歌啊 是 氣氛很好 吃餅乾啊 喝葡萄酒啊 小時候從主日學 還會有飲料跟麵包 有 都有 小時候是衝著那個食物去的 對 家裡窮吃不起啊 然後那個教會會發那個麵包 我非常感謝你坦率的分享 他木匠這個工作 這個身分他會介紹一下 我不是太清楚他的過程 但是我就記得 因為捕魚是他的 其中的幾個門徒 看什麼葡萄魚好像也是 那木匠是他 請一介紹 我已經不是那個 恭喜 耶穌 在馬上福音裡頭 就有寫到過去 耶穌祂是木匠 而且祂的爸爸約瑟 也是一個木匠 而在當時那個年代 本來就很成紫辰副業 克哨基球 所以耶穌跟祂的爸爸約瑟 做同樣的工作 完全不令人意外 好啦 恭喜得到一萬元 智慧行幣 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今天的狀聽表現很好 再三題就好了好不好 好 再三題就好 我覺得因為剛拍完一齣戲 叫做國際巧牌攝 所以 所以選英武有興趣 所以 沒有 他 我怕 我怕題目太刁鑽 所以我們吃雞看特質 黑白切副位學好了 你家裡爸爸媽媽都有獅子喔 你要不要選那個 這是我第一次挑戰 要超過第三題 好吧 那就吃這個抗獅子好了 怎麼這麼容易改 吃這個抗獅子 媽媽的獅子嚴重嗎 維持在輕度 然後以前她其實是 能夠持平就很好了 但我媽媽稍微 還能夠討論事情幹嘛的 對 媽媽現在記性在退化 但是判斷力都還正常 以前可能二十分鐘之前 講的話她會忘記 但現在可能大概是五分鐘了 對 就可能剛剛問過 記得時間越來越短了 陳誠哥節目 趕快打開來看啦 然後我說有 他已經播完了 以前是二十分鐘以後才會再問 現在差不多五分鐘就會再問 那個陳誠哥的節目 要不要看一下 已經剛看完了 會變成這樣 他會再講喔 他會再問 他心裡記得這個事情 他就會把一個結放在那裡 除非直到那個結打開 丟掉之後 他才會停止 不然他會一直問那個事情 其實這個抗獅子 有獅子症的家屬的朋友 注意了 注意了 來 請處理 根據專家提出的 心製飲食法 要降低獅子風險 應該要多攝取下列何種蔬果 A橘子 B馬鈴薯 C地瓜 我的答案是 C地瓜 請處理 要多攝取喔 我覺得 它需要優質澱粉是嗎 第一個是優質澱粉 第二個地瓜可以 我覺得可以降 減緩那個 十字 叫什麼 減緩那個老化 抗衰老 地瓜可以抗衰老 不對 那是地瓜葉 完蛋了 那不能 因為我覺得不會是馬鈴薯 我第一個刪掉馬鈴薯 我就在橘子跟地瓜當中選 那橘子有很好的豐富的維他命維生素 所以 所以是橘子 不是橘子就地瓜 但我剛剛第一個想到地瓜 應該是地瓜葉才抗衰老 但地瓜是優質澱粉 地瓜跟地瓜葉是不是一個家族的 我覺得營養素上面不太算耶 地瓜比較偏那個澱粉 然後那個地瓜葉是纖維素 但是我覺得地瓜是優質澱粉 應該 反正這兩個 這三個裡面 它排第二名就對了 該是徬徨了 地瓜啦 地瓜 旁重生 如果你覺得有地瓜葉我一定 請揭曉 棋子 棋子 從棟哥也算死得其數了 因為答案是馬鈴薯 所以你不管怎麼選都錯 什麼 為什麼是馬鈴薯 還第一個槓掉了 好這個呢 其實啊濕之症 常常是我們自己吃出來的 所以一定要告訴大家 正確的飲食方式 很多人都倡導了地中海飲食 但如果要擔心濕之症的朋友們 可能就要採用德書飲食 德酥飲食就是在乎 我们在吃的时候 要有非常精致的肉品 比如说家禽 或者是鱼类 而且一周当中 一定要有一天的主食 就是以鱼肉为主 那它其实除了是 摄取油浪蛋白质 每天一定要喝两杯的鲜奶之外 还有多吃马铃薯 也其实可以抗湿制的 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过去其他的饮食方式 都会建议大家多吃蔬果 但是在这种德酥饮食里头 是建议大家 不需要多吃蔬果 如果要摄取蔬果的话 就是吃莓果的种类 会对这个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好 可惜喔 死得其所 三个 三个雄我能够 能够选错两道 直接把对的杠掉 对 很棒 它就是这种大意灭心的概念 我觉得 我有点意外 因为我马铃薯 我直接想到是炸薯条 我就觉得它没 那你是错啦 它不健康 就第一个就把它杠掉 你脑子那个节把它打开来 要不然你会一直想 我刚才的题目 真的是马铃薯话 没有错 没有错喔 送个礼物给他 调整一下心情 来 好 送给丞同哥的是 韩国Happy Co 多工智慧感温调理机 群聚是韩国制造附上了 感温调理棒和全材食谱 所以它可以是果汁机 副食品机 盐火机 豆浆机 一台 第四台释放食品的营养 老人小孩更好吸收 顾好肠道提升免疫力 谢谢 老人小孩好开心 还好 谢谢 健康卫生好吸收 谢谢 好了 我们在下一回合的资格赛 准备要出发了 第三个的资格赛 阿诺 我认真 拜托 加油 阿诺 我加油了 第一个提示 请看文明 番茄桌工作坊 怎么那么快 好挡着 乃余 答案是 狂凤 我们猜的是人是物 你认为是人 狂凤打给你 打给你 好 好 好 进行我们的 陈乃鱼的九位攻略赛 起座位 陈乃鱼同学 是 台大新闻研究所 对 不得了了你 没有 骗夹 什么骗夹 来 第一套 为了他量身打造的题目 请看 陈乃鱼的九位攻略赛的题目 职业遗传学 因为你刚好有一子一女 哥哥妹妹 是吧 对 哥哥哥妹妹 瑜伽有体味 说的是你曾经 访过达赖喇嘛 而且还曾经体验过了 印度瑜伽 孩子要注意 你对小孩教养的问题 非常的关注 尤其常常请教谷歌大神 儿哨常见的问题 关注儿哨福利议题 农药超标蔬果 你关注环保的议题 语音辨识好地道 你喜欢看国际的趣闻 当然 美食物采雷点 出差的时候 都会到各地 品尝当地的小吃 古人野路吃 说的并不是古人 说的是你 只是看看古人 谁的命运跟你一样而已 哪个题目 让你觉得最感动 从来边开始 那我第一个要选 职业遗传学 职业遗传学 请出题 根据美国研究 父母 职业 对于子女的职业选择 会有所影响 请问谁比较容易 会受到影响呢 A 女儿 B 儿子 C 没有差别 好 我的答案是 儿子 B 请锁定 为什么不是没差别呢 也有那儿子 爸爸是演艺工作人员 结果是女儿 儿子事实上 还是算没找别的工作 对 我觉得这个 虽然是美国研究 但是我觉得就是 总统说 全球来说都很常会出现 子承副业 就是比方说 从以前就是这样 就是比方说有一个 我都有一个什么产业 然后我就是留给儿子 有没有 韩剧都这样演啊 所以将来你的儿子 也当从事新闻工作的 可能性很大 千万不要 千万母汤 千万母汤吗 对 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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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 我们的新闻工作 真的太辛苦了 我不希望她压力 像我这么大 搞不好她就喜欢挑战压力呢 就是 那我就是祝她幸福 祝她幸福 儿子别让容易受到 父母实业的影响 真的吗 来 请击脚 好 漂亮 乃宇 贝奇诚哥 好 根据纽约时报 这份统计看得出来 虽然现在职业妇女 越来越多 那妈妈对于这个孩子们 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但是比较起来呢 爸爸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而且我们看得出来 哪一些职业 特别会容易受到爸爸的影响 像是医师 律师 建筑工人 然后以及这个正二代 比如说立委或议员 或家里开餐厅的 都很容易你爸爸在做什么 你就会跟着做什么 像是建筑工人 基本上这个几乎都会这个 子承父业克少基球 那另外医师的这个比例 也有二十五倍这么多 那哪一些职业 最不容易会承袭爸爸的工作呢 像是服务业 神职人员 跟一般上班族 都比较不会再传承给第二代 第二题 好 我要选美食采雷典 美食采雷店 处理 根据网络吃饭最易 采到雷都市调查 最容易采到雷的城市是 台北市 那第二名是哪里呢 A 新北市 B 新竹市 C 高雄市 最容易采雷的都市 是台北市第一名 第二名呢 两分二十秒了 那我的答案是 B 新竹市 你硕定 新竹不好吃 那我可能会对不起新竹市长 没有 因为我觉得 因为新竹那边有很多的那个 竹科科学园区 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 我在那个竹科去 竹科那边采访的时候 然后我就去想说 那边有就是都找不到东西吃 那边店很稀少 然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那个 烧肉饭 就是那种港式叉烧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那去吃吃看好了 结果超难吃 我自己的亲身之间 就我真的踩到雷 我真的很欣赏 你是个上所欲言的人 蛮好语言 竹科那边的烧肉饭 赶快 找机会 再精进一下你的厨艺手 因为三地记者 他已经提了这样的东西 不过上 就是还可以再就是 对 分量多一点也可以 我觉得那个分量也蛮少的 不仅 不仅不好吃 还分量少 回事出来了 下次去新竹可能会有点危险 对 我觉得我有点担心 就其实 不会啦 因为相关的 开这港式烧辣的 你没有几家我先跟我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新竹请 介绍 答对 好 这是网友跳权出来的 彩雷美食都市 第一名台北呢 原因是因为台北天龙国 物价就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吃了这个东西 但觉得CP值 并没有这么高 很精致 但是我吃了以后 不会想要再回房了 所以就觉得这是它最大的雷点 也就是台北 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地方特色 那么第二名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竹啦 因为新竹呢 在网路上就被大家说是 美食沙漠 真的餐厅不多 好吃的也不多 而第三呢就是高雄 高雄照理说在地好吃的东西 应该挺多的 但是被夜市给拉低了 平均水准 因为高雄夜市有时候会觉得贵 然后好像也不这么精致 第四是台南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南人 口味偏甜 所以北部人去台南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一万在巷子口了 乃于 我就选择那个孩子爱注意 孩子爱注意什么呢 主题 现代父母都会让孩子看手机 但是儿童的视力要到几岁 才发育完全 才比较适合看手机 A六岁 B七岁 C八岁 好 我的答案是 C八岁 谢谢索利 为什么不是七岁 这一题是我用猜的 因为我本来觉得他刚才讲那个 你拿UI块智慧新币开玩笑 不是 因为我的想法是说 小朋友的视力应该是到 我猜的是两岁就发育完全了 就没想到就他的选项是六七八 那我就想说那好 我就选个最远的 八岁才比较适合看手机 认为他答对举手 没有 如果以妈妈来讲 最好都不要看手机啊 所以认为是六岁的举手 三个 所以你们俩七岁咯 怎么猜的 我想说七岁念小学 可能是不是一个 智慧还是发育的分歧点之类的 就只是猜的 是一个转折点 对啊 该是可以接触手机的时候 不是 就是可以接触 比较多东西的时候 接触比较多的东西 你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 就是要不要给小孩看手机 这个教育的一个文章 然后他就说其实看手机 小朋友是完全没有学习能力 可是他在六岁期左右 他们就会被吸引 所以他主要只是让他分心 但是他没有看是没有那种 可是他讲的是 几岁的儿童的视力 才算是发育完全的 他必须说好像六岁可以看 这位宝宝 唐妹妹 因为啊 那个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 什么啦 我一个子女 她在七岁的时候判断出来 她有一个叫什么 先天性散光还什么 所以如果能够判断出来的话 是不是表示 她已经发育完成了 才决定她是有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在六岁 就发育完成 然后七岁开始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类 要到八岁才把视力发展完成 有点不太符合 对 因为在以前的古代的社会 就进化论来讲 你到八岁才能看清楚 什么远方的东西或什么 那也太晚了 那个小鹿啊 小羊啊 一伸出来 十五分钟就 腿就直了就可以走了 他要在大自满里面生活 半个小时就能站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选择 是年纪最小的这个 六岁的答案 请揭晓啦 几岁才适合看手机啊 好 各位 恭喜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视力 要到八岁的时候 才会完全地发育 在这之前不是一生出来 他的视力是最好的状态 其实刚生出来的小宝宝 他是一个大近视 大色盲 他几乎什么东西 看起来都是很模糊 也看不清楚 而且是黑白的影像 一直到大概一岁的时候 他才能够稍微感知 看得清楚 认得清楚人 但是当时呢 这个在一岁的时候 宝宝的视力大概也只有 零点一到零点二 那一直慢慢地加上来 一直到八岁的时候 才会大概到视力一的状态 也是固定下来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婴儿的阶段呢 我们大概要让他们 三四岁的时候 就要去做视力检测 一旦有弱势的情况 六岁前就要及早矫正 因为六岁差不多已经 发展到一个定型的阶段 到八岁才是完全发育 所以在八岁之前呢 这个小朋友尽量不要看手机 就算要看的话 一天也绝对不能够超过 一到两个小时 好啦 恭喜大家 一万元四位请币 掌声给你们的 谢谢 大家 你不这样稳稳地来 好不好 再多打两题 三只小路就确定了 来 第四题 一样 好 那我就选 那个 儿少常见问题 儿少常见问题 谢谢志兵 我的答案是 C 被网路霸凌 请锁定 儿少不是生活的困境情境 应该是同才的嘲笑排挤 不是吗 我觉得同才的嘲笑排挤 也会发生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 现在的社会 其实网路霸凌 真的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他们两个 不是一就是二 网路霸凌 我不要连线上网 我就不知道了 我怕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很常 要使用网路 那我又不是工作人物 我怕他说我什么呢 谁在乎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现在不管是 我们是不是儿少 现在之前不是有韩国的艺人 也是因为被网路霸凌 就轻生了吗 所以我觉得 连长大的成人 都会受不了那种网路霸凌 那我觉得儿少 他们在这个东西 这个困境上面 会一定更敢压力 这是个值得 深思跟探讨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去在乎 当然 我们当然在乎别人 一般人的观感如何 就是所谓的社会观感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躲在键盘后面的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那么在乎 他对你的一些指点 他对你的一些非议 但是网路上的那个 霸凌的言论都非常的 直接又可怕 无法可管 对 然后又很凶狠 那我觉得那是蛮伤人的 来 请揭晓 所谓的儿少是不是指 国小以下的孩子 国中算不算 儿少应该是 国中就算青少年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儿少就是国小以下的 最后答案是 被大人打骂 那其实儿少小朋友最常发生的 五大让他们困扰的情境 第一名呢 当然就是被大人打或骂 因为让他们觉得非常害怕 再来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原因 所以并不想要去学校上学 那第三才是被同侪所排挤 接下来四跟五都跟网路有关 四是在网路上和陌生人 透过APP交朋友 五是在网路上 在这个无意当中 接触到的一些有暴力 跟色情的内容 那么这些状况其实都是 女生比男生更加的严重 同时更让大家不能轻忽的是 家长多半都不知道你的孩子 正在面临这些困扰跟问题 送我礼物给乃鱼 谢谢 好 我们要送给乃鱼的是 Oaklyn Z1牙之板电动牙刷组 这个荣获了2020 IF设计大奖 三十天续航力 APP积分免费换刷头 创新磁悬浮无双马达 每分钟四万转 横扫你的牙筋斑 AI智能降瓶晶片 不伤害牙龈 胡壮边角不易滚落 安全材质不发霉 希望你喜欢 耶 谢谢 谢谢乃鱼 恭喜乃鱼 谢谢 回头看这些嗷嗷待哺的朋友 来 我们要准备进行 非常感人温馨的终极惩罚 非常好 令人振奋 这三个人出来都有拿奖 非常好 一个人两下无得减免 来 好 帮你收 拉到我指尖处 OK OK 好 放 等一下 你会感觉到 这一下就过 来 放我拿一下 好 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有没有 就没有影响 好 头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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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 可以打得好优雅 好 这样 不然你手下有留情 拉 拉 好 放 好 怎么拉到台中 在桃园放呢 来 要这边 来 这样子有点好 好不好 那个我 那个金珠比它好硬 比那个还要硬 就不能拉太远 不然那个鼻子会大 不要撞他回去还要喂小孩 你不是用鼻子喂啊 人不怕动 脑不怕用 天天动脑袋 人比较不显老 所以今天跟着我们所有的 用的智慧大脑过日子的朋友 学习他们的安生立命之道 希望记得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 九点钟 在东西频道 随时跟我们的全明星空略 天天来动脑 拜拜 谢谢 加上小铃铛 全明星空略 赶快来订阅喔